救命的救命 救命的救命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顶 以困苦给我们当水 但是我们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我们的眼必看见我们的教师 感谢主愿我们借着灵修读圣经 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以至于我们不被眼前的艰难迷惑 即便在艰难当中 我们依然看得到神清楚的引导以及带领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吧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 若杀我们就死了吧 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银盘去 到了银边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会买赫人的猪王 和埃及人的猪王来攻击我们 所以 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 马驴 银盘造就 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银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 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尽不作生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他们就去交手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 不见一人在那里 也无人生 只有拴着的马和驴 帐篷都造就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也就是猎王记下第七章的三到十节 讲述了四个麻风病人 发现亚兰军队撤退的故事 他们分享了好消息 于是拯救了全城 那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有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在已经绝望的当中 却采取了行动 当他们彼此讨论 若是往城里去 他们会饿死 但是留在这里不动 那也是死 所以他们何不投降 亚兰人的军队 搞不好还有一线生机呢 结果这四个麻风病患 就走到亚兰的军队 但是他们发现 这个亚兰的营中 他们的内外 竟然连一个亚兰的士兵都没有 原来不是因为亚兰军队 他们害怕这些麻风病患 而是上帝使亚兰的军队 听见这些千军万马的声音 于是亚兰军队以为 以色列王已经联合了赫人的王 和埃及的王一起来攻打他们 在他们惊吓之余 他们连什么都没有收拾 全营的士兵就连东西都不要 拔腿就跑了 那这四个麻风病人 看到这眼前的景象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绝处逢生 这根本就像是种乐透一样 他们原本只是有一点点 带着一点点的希望 好像来投靠投降亚兰 但是却没有想到 面对他们的竟然是一座空的银盘 这里面剩下满满的亚兰人的食物 衣服以及财宝 那这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第一个反应 当然先吃到饱为止 不但吃饱了 还顺便拿了许多的财物 在他们搜刮一阵子之后 他们突然良心发现 他们觉得不对 这敌方军营空掉的这个好消息 他们竟然只想到自己 没有去跟别人说 所以他们意识到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是会受惩罚的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四个麻风病人 当他们面对死亡和绝望的时候 他们选择冒险进入敌军的阵营 结果发现 这位上帝竟然为他们预备了出路 而且这条出路 是远远超过他们原本所求所想的 各位 今天在我们面对人生的道路上面 甚至是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是要有这样 跟着四个麻风病的信心和勇气 去依靠神 去寻求祂的带领呢 我认为很多的时候 当人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境界的时候 当人我们手上还有筹码 甚至我们还有其他的选项的时候 其实弟兄姐妹我要说 我们真是不容易 能够把我们的困难全然交托 仰望给这位主 那这个决定的主权 其实最后还是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麻风病人的遭遇 这位上帝他用奇妙的方式赶走了亚兰军队 他们为撒玛利亚城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食物和财物 那这种种的显示出这位上帝对他子民的供应 还有对他子民的拯救 弟兄姐妹 这也提醒我们 即便我们处在最黑暗以及最绝望的时刻 我们要相信这位神他仍然在掌权 他不无事 他一定会以他的方式提供我们够用的帮助和拯救 所以我们看到当这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搜刮一阵子之后 当他们突然发现这良心队不去了 因为敌方的军营整个空掉这个好消息 他们竟然只想到自己 他们没有跟其他人说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意识到他们会受惩罚的 也因为这样的念头 他们就去跟以色列守城的报告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四个麻风病人 没有将好消息据为己有 而是愿意与全程的人分享 今天我们在某种方面 也是跟这四个麻风病人一样 因为原本我们没有意见耶稣时 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 我们的人生本来是没有目的的 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 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盼望 我们的人生也因为认识耶稣以后 开始有了目的 弟兄姐妹 耶稣给我们有喜乐 有平安 所以各位 我们也是同样被耶稣呼召 我们更要与其他人分享 这位神奇妙的恩典 以救恩 阿们 所以 有关任何与耶稣基督有关的福音 如果是我们没有传出去的 如果是我们不愿意传的 弟兄姐妹 我认为这是不合神心意的 另外我们看到 今天的经文也勉励我们 即使在这么绝望的情况下 我们的神 祂仍然会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 来供应我们 所以这里也证明了 这位上帝祂的信实 以及祂的慈爱 最后上帝通过制造亚兰军队恐惧的方式 展现祂那种超自然的能力 也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位神 这位上帝的能力 祂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 所能理解 所能明白的 所以这其实也间接回应 在第六章 当最后亚兰军队围困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 当他使撒玛利亚城中粮食短缺 以至于物价飙高 这些濒临绝望的百姓 甚至以色列王 来到以利沙的门口 这位王说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作为一名以色列王 他对于上帝的认识 远远应该超过一般的百姓 但是我们看到 面对困境以及绝望 这位王竟然把这样的事 归咎于上帝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各位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 我们会不会也跟这位王一样 当我们遇见艰难 我们在关系 在经济 甚至在健康上面遭遇打击 我们就以为这是出于神的 或是我们质疑上帝 他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我们也恼羞成怒 不愿意再侍奉相信这位神了呢 弟兄姐妹 我想我要说这是很常见的事 但是我要说 这样的意念 不是出于神 它是不对的 各位 对于苦难 我们只能说 苦难它是一种奥秘 那奥秘它就是一种人 无法用脑筋可以理解的事情 所以按照圣经的说法 只有我们的神 能够借着不同的方式 来揭露奥秘 就好像约伯面对苦难 各位那是一种 面对苦难时 人心反应的奥秘 他对上帝的忠心 是因为敬畏 还是他是真心的感恩 还是说上帝的赐福 是一种忠心后的契约关系 也就是那种 有拜有保佑的心态呢 有的艰难是出于黑暗的势力 也就是撒旦 撒旦的奥秘 是关乎于黑暗的奥秘 撒旦有时试探约伯的信心 他甚至试探上帝 撒旦认为约伯的忠心 是因为约伯受上帝赐福 所以这是一种建立于顺境的忠心 撒旦认为 他只需要一个测试 就可以证明约伯的忠心 是否那么单纯 但是各位 上帝的奥秘 他也是沉默和智慧的奥秘 阿们 各位 我们要思考 这位上帝怎么会是受撒旦控制 甚至受撒旦挑战 于是去考验约伯的神呢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认识 若是非常的粗浅 这个奥秘 就好像我们以为我们用手 就能够抓住水一样的无知 所以当我们试着用我们以为有的智慧 当我们以为用着这样的智慧 我们就能够理解上帝 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会像七章一开始的这位军长 还有过去在第六章之后的这个以色列王一样 当我们遇见艰难 我们抱怨神 我们也抱怨人 但是上帝却超过这一切 他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眼所看过 耳所听过 甚至心都未曾想过的 就像以赛亚所说的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阿们 所以今天在这灵修的最后 愿神的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再一次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在顺境当中 我们常常感谢神 但是我们在逆境当中 我们也仍然感谢神 阿们 因为祂的名胜过一切 这位上帝祂是配得我们敬拜与赞美的神 让我们在艰难当中 让我们学习不埋怨神 让我们在艰难当中 我们也不埋怨人 弟兄姐妹 因为每一次的艰难 都是在提醒我们 让我们可以常常倚靠 常常仰望神 因为若没有困难 或是困难可以自己解决 我们就不会仰望神的拯救 甚至神的怜悯 阿们 因为人的尽头 确实是神的起头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使用我们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圣灵 保慧师 谢谢你这段经文 来提醒我们 勉励我们 有时候我们就像这四位麻风病人一样 我们走投无路 我们全身上下一无所有 但是主 你却这么的奇妙 你赐下这个臣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享受你的恩典 这恩典不是我们应得的 也不是我们所做的 主啊这就是福音 主啊帮助我们 不单单自己享受这样的福音 而是愿意 就像这四位麻风病人一样 主啊我们继续的去宣扬福音 看到神的作为 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 乃是你的恩典早已为我们预备 主啊也帮助我们 当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个心智 就是主你是胜过一切艰难的神 虽然有时候的艰难是奥秘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这些很 非常有限的智慧去认识你的奥秘 帮助我们常常降服谦虚在你的面前 主因为我们思到万事互相效力 是叫爱你的人得益处 在这当中我们必定看到神 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 感谢主帮助我们 常常依靠你仰望你 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激励我们 让我们不但要去传好消息 也让我们在艰难当中 我们不埋怨神 以至于我们相信有一天 神必定开路 Amen 感谢主 那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